那幾年已經夠了 因為你鬆了那個刮就行了 不過你的膝蓋是向外帶好一點 即是有些東西可以撐出來 這個叫懸蕩 蕩就是蕩蕩 古老人喜歡穿蕩蕩 過五十歲的人喜歡穿這些蕩 這個蕩蕩是很舒服的 這個蕩蕩是很舒服的 這個蕩蕩 圓蕩的意思是 這個位置是圓的 圓蕩的做法就是把膝蓋向外撐 所以你的平衡腳步之餘 放在這裡就不是這樣掐入 而是反轉方向 向外放 這個架就很紮實 你感覺到你自己的重力 在兩腳掌的外圓和後肘那邊 這樣就更好 不過你一放出來就很難做到後肘 一放出來就隔了一個屁股 隔了一個屁股 自然就像去泳泉一樣 這個就不要理它了 總之你在玩遊戲的時候就拿一隻手出來 如果你是背後就可以這樣掐 你這樣站 你這樣站的話 你的重心 你身體的重心就好像著迷在後站 反而做不好 因為你上、中、下、單元一直直線 這個就是中脈 中間 你膝蓋痛不痛 剛才說完 如果膝蓋痛 痛開的 就不要那麼低 不要那麼低碼 那麼低碼很容易出航氣 因為你經常都要支撐 你那個有型的氣 就很快去泥表 如果你要搖晃身體 如果你覺得站著站著你會搖晃 其實你是鬆 你鬆的表現形態之一是搖晃 這樣叫做搖晃 有些高人說 你不給我夠米 我都不教你了 這些叫自發功 其實沒有意思的 這些事情 當你的關節全部鬆弛 剩下你的腳掌和膝蓋鎖住你的話 上身全部鬆 你就有瑤晃的能力 就不是哪個神人在後面白匪功 你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重心站的時候 上面都鬆了 上面鬆了 你可能呢 你有一個重心的傾斜度 你有一個重心的傾斜度 可以去向後 你這些殺肌群 告訴你 你不要再下了 你再下了 你會掉了 你會再下了 你會醒 你的中師神經叫你 就恢復你的平衡狀態 你的幽怒搞的 你的小怒搞的 你的小怒搞平衡的 你一叫你 醒醒吧 如果不是你就會掉了 那你就醒醒吧 醒醒過了 再前一點 你碰不碰 你又碰了 你又要再醒醒 當你鬆弛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想的時候 有這樣的心理現象出現 就不是後面有一個 十年才跟你發功 不是 你自己試試這個遊戲 你叫你的兒婆站在那裡 還要閉上眼 閉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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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跌下跌下 然後你在後面 斜下 斜下 就是我拉你的 推一下 我推你的 以八十年代這樣的遊戲 賺錢的遊戲來 光盤上 全部都是玩這個遊戲 當你很眼睡 而搭一個長途巴子的時候 你還可以 同一個道理 可以嗎 可以 很累 叫你醒一醒 醒一醒 又打這邊 它又累 因為乳酸分泌 透過乳酸分泌 你的乳酸 你再持續拉長多兩分鐘 不行 叫你醒一醒 很累 醒一醒 又累 又打這邊 這裡又拉長 又乳酸分泌 又叫你醒一醒 這是乳酸分泌 這是乳酸分泌 的效應 比如你 不過不是這一節 現在你幾乘坐 最好看一眼 然後就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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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這個講座之後 不要 不要 不要騙人 這個是很好玩的一個 滾騙術 舊生平 現在都在玩這些遊戲 20年前 80年代初期 有很多這種人 你吵架 我現在和你發功 你聽完我的話 站在那邊 看著牆壁 放鬆關節 然後不要來發功了 不用三分鐘 他就搖著搖著 然後對著觀眾 扭著推著 扭著 就看到他跌那邊 推著那邊 看到他跌那邊 拉他過來 推著那邊 就是這樣玩這個遊戲 就說了那個阿室 和那個搖擺的 那個生理現象 接著呢 站莊時間有多長 你看看自己 自己的能耐 是怎樣 通常我們是漸上的 即是說你第一個星期 你如果你的肌群 你都未曾習慣的時候 尤其是古四流肌 等於你打太極一樣 打太極 哇 你的伯母很像 要吊馬 這樣就要吊馬 你自己都累了 古四流肌 你都支撐不到 越慢就越死活 越累 你要練 這些事情 你不是第一個禮拜 已經打到八十八息 那 不會的 一定不會的 這些很多肌群 你要慢慢訓練 所以呢 第一個禮拜 可能你要暫裝 十分鐘開始 可能有些公公婆婆都未必得 那你試一下五分鐘 你眨眼 玩一下這個古蕩 又兩分鐘 眨眼又玩一下 十幾下多行氣肉 十幾下已經有兩三分鐘 那你很快就十分鐘 那你由慢開始 不是由短時間開始 一直累積你自己的能耐 你的能耐是什麼 你的能耐是肌肉的能耐 通常都是 你的心性的能耐 都不是很難過 你的肌肉的能耐是很難過 於是你十分鐘 下個月就是二十分鐘 下個月就是三十分鐘 一直這樣調整 如果你能夠 有一些動工的配合 就先玩動工 然後再玩暫裝 如果你學完打坐 就最後打坐 即是最冷的那些開始 就是最靜的那些結尾 即是最冷的 你可能打一二六 塵式炮錘 打到 噗噗噗噗 掩手轟 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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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 就是玩六折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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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靖泰哥模型的戏 是很过瘾的 反而你站住或打坐你都打坐你